詩編一百十篇第七節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泰起頭來 昨天我們開始了講這一節的經文 我們講到原來這些經文的奧秘 當他的思路突變的時候 其實是最寶貴的地方 這就是我們石安出名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將一些隱藏在聖經裏 或者在這個世界裏 或者在政治裏 隱藏在歷史裏的東西 但當我們找到的時候 實際上使得到我們的信仰 強壯 我們教會強大 我們有力量去更加侍奉衛生 我們的方向更加適合 經過二十多年的今日 我們看到我們真的走一條正路 因為我們在過去二十幾年 我們跟進帶 跟進行列 我們的主日信息 天國比喻 陰謀論 這些交道 現在你會發覺 在現時全部都走在一起 變成一個共同的解釋 你想想 二十幾年裏面 能夠使得到這些信息 不單止精彩 並且能夠準確 簡直是一個奇蹟 而實際上這個就是相互相成 神給了這個力量 讓我們成長 譬如相比己 你試想想 就是全香港 又或者全世界 有哪些紀錄圖 差不多可以說 每個禮拜回自己的主日 的時候都覺得 這個主日很厲害 如果全世界有很多紀錄圖 我相信 電視和傳媒 不會把教會表達得那麼悶 每一次講到關於教會 或者回到教會的時候 都是很悶 沒有意義 浪費時間 的地方 但是你會看到 不單止 感謝主要我們回到教會 會一個禮拜 都是可以用勁去形容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不是 嘩中取寵的電視節目 上個月講完 下個月被人踢爆 而是我們這幾十年當中 這二十五年裏面 我們看到神 給我們的根基 給我們的大靈 給我們的明白 給我們一步一步的 去揭穿撒旦的計謀 如果我們得到 這個祝福 成為一個真是在 外邦人面前 我們都是有智慧的一班人 而事實上 我昨天講到就是 這些的智慧 是陸續會使我們的信仰成長 加力量給我們 而第七節 你會看到 就是其中一個個案 似乎突然轉了 好像有一點點離題 其實是沒有離題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理解 一至到第六節 根本講的大題目 我們才不會明白這一節經文 這也是一般人 看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們慢慢走回自己的概念 就不會明白第七節 因為由第一節到第六節都在講角色轉換 由頭到尾都在講主耶穌基督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就是 他是誰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主耶穌是救主 我們愛他 我們知道他為我們所做的 我們承認他 但是這一篇詩篇是寫給全世界人看的 明白嗎? 就算你還沒看其他經文的時候 看這篇詩篇 這篇詩篇是把過去現在的東西 去證明主耶穌基督的身份 所以你會看到 沒錯 原來我們看這篇詩篇的時候 從任何邏輯上 這裡都是在講主耶穌 也在講他再回來 因為你現在知道主耶穌會再回來 因為我告訴你 你會相信 但原來這篇詩篇的邏輯 已經告訴你 他一定是主耶穌 就是我們信的這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按著詩篇第一百一十篇 第一至第六節 我們肯定他是神 他審判列國 他打傷列王 他自己成為墨基石等次 他一定是神 但是第七節也講出 他曾幾何時一定是人 因為第七節就講 他曾經學路旁的水 沒錯 主耶穌基督 如果你說他是神 如果你把這篇詩篇鑑租解 從頭到尾 解耶和華 解不通 因為解耶和華 有個最大問題 就是 他如何達到第七節 他喝老旁的水 他是神 他需要喝老旁的水嗎? 天上的神 根本自由永有 根本疲倦 也不會疲倦 也不會肚餓 但是這個講到原來就是主耶穌基督 這個角色 他沒錯 一節六節講出來審判列邦 但是第七節就講到 第一 首先他經過這個謙卑的人生 他曾經是喝過這個老旁的水 而因此 他抬起頭來 明白嗎? 這個原來他喝老旁的水 就是他第一個的角色 就是身為人 謙謙卑卑來到這個世上 成為我們的救主 成為我們的榜樣 成為我們唯一的出路 但是跟著他再抬起頭來 就是他第二個角色 就是由一節六節所講的 所以整篇 詩篇就如我所講 是針對這個世界的角色轉換 就是主耶穌基督這個大主角 他終於來到 而並且 他就是唯一的大主角 在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好像我們一樣 他甚至成為佩國 他成為仆人 他成為一個救贖的無罪高揚 是為我們犧牲的 但當他再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一個主 去應接我們 明白嗎? 他不是佩國 你們是佩國 我們每一個信主耶穌基督就是佩國 所以這一節就放在這裡 這一節最主要記住就是 讓你知道全篇詩篇 第一 是為了證明這個身份 和這個人 他一定是主耶穌 他一定是這位救贖的主 他當時以人的身份 現在以神的身份 回到你去審判 第二個就是 這個詩篇由頭到尾都是針對 以主耶穌基督的不同的角色 他的角色的轉換 以他講出來的 詩篇110篇第七節 批渴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待起頭來 想求功 在主你見女 想期待 跟著腳步去 身邊你為 熱烈淋上我 讓我來 想懷念記取 想沉水 在嘴水掛淚 想此生 我永無疲勒 將真理話語 回天作伴唱 希望明天作伴唱 心裡 想在我的心中 想念裡 希望明天作伴唱 心裡 希望明天作伴唱 心裡 心裡 希望明天作伴唱 心裡